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隐藏式闭门器YB系列左开门安装教程 安装前先认识一下该套产品的配件 主体 装饰板 摇臂 滑轨 您配件 安装工具 螺丝刀 一 按照说明书开孔图 在门站 门框上预留安装位置 二 确认主体R方向为关门方向 将L方向调速法锁紧 三 将装饰板有调速标示的方向炒上 主体R方向向 并于主体固定 防止把柄稳定 对 并于主体固定 背景 有点油热的解锁紧 开放 车分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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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十字槽塵头至宫螺钉固定 4. 留聚压角度15度 用螺钉将主摇臂杆与指纹轴固定 5. 门打开一定角度 将摇臂向关门方向转动 用法兰盘螺钉将摇臂和滑块连接 6. 根据注尺角度的选择 移动线位线 用5毫米内扭角扳手将线位线螺钉固定 7. 调节注尺力度 用5毫米内扭角扳手将法兰盘螺钉松开 并调节滑块内部内扭角紧定螺钉 顺时针加大注尺力度 逆时针减小注尺力度 8. 根据客户的需求可调节关门速度 1. 属为关门阶段 可调节90度到15度的速度 2. 属为闭锁阶段 可调节15度到0度的速度 顺时针调节减缓关门速度 逆时针调节加快关门速度 2. 属于